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三诺雷歌 其实是和农村朋友可干的小生意 太多太多了 就是看屏不馋的朋友 你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遇 能不能好好的去干他一场 前提就是不怕脏 不怕辛苦 不怕累 那么咱们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农村久离后的小姑娘 辞去每个月4.5万元的工作返乡创业 原因就是因为在里面有年美的父母 还有孩子 所以说不得不返乡创业了 在我给她拍摄视频的时候 这个小姑娘也说到了 她说做这的生意就是自由一些 但是比着的赚钱 每个月基本上都会达到跟工资小我有的类似甚至比工资还要高 到底是干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意呢 或者是这样的生意通过我今天这期视频 你根据你们当地的一些特色 你也可以去干下来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意呢 先看一下视频 大家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首先咱们看着这个板上面的都是一些发白的 长得毛毛比较长的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动作 顾名思义她就放了一些酒 然后呢再放了一些调料 然后就开始这样拌起来了 说到这里了 今天这期这个小项目呢 就是和摆摊有关系的 摆摊呢 大多都是咱们农民朋友来进摆摊的 所以说比较适合咱们农村朋友来干这样的一个小生意 当然了城市摆摊的也是比较多的 是不是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小生意 如果适合在江西的农村朋友呢 对于这个商品都是不陌生的 那就是梅豆腐 大家通过视频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这个梅豆腐呢 它属于一个两三个口味 有的麻辣的香辣的微辣的这一块 这个90后的小姑娘呢 她每天都是祈祷堂黑的 都是出来摆摊 她的一板 大家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一板 在我给她拍摄视频的时候 她这块说的一板的成本大概是十一块钱 十一块钱左右 然后就卖到了二十五 有时候成本划到十三 有的是十五 因为这个豆腐的成本也是不稳定的 行情也不稳定的嘛 是不是 她一板至少的利润是赚到十块钱 高点利润会赚到十二三 都唯一了 梅豆腐这块呢 上线大家都知道哈 吃起来都是特别的香 都特别特别的香 有时候她这一天能卖个 有的时候五六十份七八十份都会有的 最高的时候还卖过一百多份都会有的 说到这里 肯定有很多朋友都会说的了 她每个月四点五万的工资 她为啥还要辞去呢 所以说这个不和大家咱们不探讨这个问题的毕竟是人家家庭的原因 对不对 朋友们 还有她这块主要的来源还就是招一些学徒从学徒当中获取一部分 她一个学徒好像是在我给她拍摄视频的时候她说的是一千八百万 基本都是从转的 所以说都是非常不错 她这块呢也带动起来 在他们当地的很多想做这类的小吃的一个人员 从中也是赚一定的这个利润嘛 是不是 朋友们 她每个月基本上收入有时候比工资还要高一些 最好比她去年的时候她这一年的话最高的时候一天收入会达到一千四百元 低的话达到五六百块钱都会有的 年数基本会平均算下来会达到三十五万元到五十五万元之间的一个收入 因为她反向创业今年的话已经是第三年了 原来是一家企业里面的好像是怎么管理基层的之类的工厂管理基层的 付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厂 原因就是反正是想意下自由再加上家庭的一个原因 做这样的一个小吃呢可以说她每天把她的时间基本上都是七八个小时甚至十来个小时都会有的 有时候她这边排队的人员也是比较多 总的来说反正是虽然累点也是比较的赚钱 说到这一块呢 上线屏幕前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当然了这个梅豆腐就是江西本地的一个特产美食 通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呢 大家可以通过你们当地的一些美食 你也可以开发你们当地的一个市场 然后这样子摆摊 就是看屏幕前的朋友你能不能吃得下这个苦了 好了 以上视频呢 就简单给大家所分享的一个90后的小姑娘晚上创业摆地摊 做这样的一个小吃行业 作为屏幕前的朋友你追的这样的小吃生意怎么样 适合你吗 好了今天视频就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山东雷格的视频给山东雷格点一个免费的 关注还想了解更多的农业方面知识 请看我其他的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更加精彩 下期咱们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